今天很開心來到挪扎準備跟這個勇哥直播 我也想藉由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挪扎S列裝版的這個音響 然後還有說說我自己對旅行車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它這個車頭啊相對來講是非常的霸氣 這台車我覺得最好看就是在它這個車頭 我真的覺得我們國產車很少能夠設計的有這麼霸氣這麼凌厲的一個氣勢 我覺得它這個車的車頭是真的有做出那種旅行車的這種質感 其實你看一台車這個人設計的有沒有質感 從一些小細節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仔細看這台車的葉子板跟輪骨快要騎平的 這是真的懂汽車的人他才會這麼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設計汽車為了偷懶就把輪子縮裡面一點 這樣子葉子板在動的時候不會比打到 但是挪扎設計這台車的人他是想清楚的 知道他是很需要汽車的看起來的質感 所以你看把輪骨做的比較出來一點跟葉子板盡量騎平 這真的是一些小細節就可以彰顯說 這台車設計是完全他是瞭解汽車的 知道喜歡開旅行車的人他需要什麼 而且重點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是沒想到這十幾萬的車 他居然就用上了這個米其林的輪胎 而且用的是相當不錯的短集 Polysport EV的 而且用到20吋 還是那句話設計這台車的人他真的很知道 旅行車的這些用戶他需要這些質感需要這些感覺 好啦前面廢話那麼多 我們還是重點來講一下這台車的影響 是因為這台車確實設計很在我的審美上面 所以我覺得有特別講一下 他這個很多設計上的小細節 然後重點是這套音響 他前面這套音響其實是一個三分屏的 除了這個傳統的這種蠶絲高音的設計之外 最讓我驚訝他是目前全球唯一 我看過我這樣設計 用的是這個平板的中音 就一般啦你在車上看到 都是用這種傳統動圈式的喇叭做中音 NOZA他這次自演了 開發了一個平板的中音 算是我第一次看過這種設計 那用這種喇叭有什麼好處勒 以我以前做揚聲器的經驗 這種平板喇叭聲音會比較乾淨 為什麼因為他的主抗曲線的變化是非常少 一般的喇叭他會隨著不一樣的頻率 有不一樣的主抗曲線 造成你的功率在輸出的時候 他的那個濕針會不一樣 今天用這個平板喇叭 他的這個曲線是平的 所以他的濕針率會比較低 這也就是為什麼用這種平板喇叭 聲音會比較乾淨一點 而且我看了一下數據 低頻可以延伸到大概200赫子 那這樣子講大家可能聽不懂 最簡單講就是很多人聽音響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唱歌的人都是蹲著 就是因為他的中音放得太下面了 所以會造成你聽起來 是人家蹲著唱歌的菜琴 你會覺得聲音是從這邊出來 那這種設計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的這個高度比較高 他大概放到這個位置來 所以你整個音場可以這樣提上來 當然你用DSP去調整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種物理特性的東西 他如果先天就可以放在這裡的話 絕對是更好的 你看我坐在裡面嘛 你看他這個中高音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樣子相對來講 你的音場就會比較高 大概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啊 他這個中音用的是這個山春的喇叭 其實我經常在跟大家說 我們聽音樂一定所有的聲音要來自前面之外 最好的聲音可以在中控台之上 所以他這個設計是很正確的 他用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大的中音喇叭 放在儀表台這裡 所以你唱歌的人勢必會在儀表台之上 那這樣子定位是比較準確的 而且他這個中音喇叭有特別設計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用心啦 這次他們拍音箱 還把這些正模都拿過來給我 他用的是這個紙盆的 其實用紙盆的有什麼好處呢 他相對來講聲音會比較溫暖溫柔一點 然後聽起來人聲就會很飽滿 然後很豐富 以前大家說怎麼英國喇叭好 英國喇叭好 就是因為英國喇叭大部分都用紙盆裡面 混這個羊毛纖維 我查了一下資料 他這個其實又混一些特殊的材質 所以我相信聽起來這套喇叭 相對來說 應該是會比較溫暖比較有感情一點 在這邊再跟大家說一個小知識吧 就是現在喇叭 很多都是用這個塑料的框架 但是塑料的框架 你一定要做得很結實 這樣子你的喇叭本體才不會共振 草聲噪音 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小知識 就是不要以為後面的磁鐵小 他的喇叭就是不好 其實現在都是到磁鐵棚的磁鐵年代 這麼小的一個磁鐵 其實比你看到傳統那種黑色的大磁鐵 磁力好非常多 所以現在比較高級的喇叭 都是用這種磁鐵棚的設計 尤其是中音單體 現在基本上很多比較高階的影響 都是做這種磁鐵棚的 因為這樣子對喇叭的整個控制力會比較好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他去控制它 現在比較高級的汽車影響 都會標配這個天空聲道 其實很多人會搞不懂 天空聲道是什麼 其實我跟你講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就是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有那個直升機飛過你頭的時候 從你頭上飛過去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你會有一個觸感 如果傳統沒有天空聲道 你可能覺得這個直升機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然後再來他這台車 天空聲道用的這個單體也比較特別 他用的也是這個平板的正模 那剛剛講過平板正模的聲音 相對來講會比較乾淨一點 而且重點是他的體積是比較小的 低頻又可以發的比較低 所以他是一個很聰明的設計 這也是屬於挪詐獨家的一個設計 那很多人會說天空聲道到底對於我聽音樂 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根據我自己實測 其實還是是有點幫助的 因為現在的音樂 就算你是兩聲道的音樂 每一家他都有獨特的算法 挪詐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算法 他會把兩聲道的音樂去解碼 然後解碼出一個聲道給這個天空聲道 所以你聽音樂的時候 你可以試一下兩聲道的模式 然後再試一下7.1.4的模式 然後自己去體會 就會覺得聲音還是有差別的 你會覺得空氣感 跟整個現場的這種環繞感會更好 然後這個車我剛看了一下低音 用的也是這個紙盆的 那我還是那句話 用紙盆的喇叭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聲音會比較溫暖 大概在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紙盆它的耐久度會比較不好 其實這個我也跟大家講一些小知識吧 就是現在的汽車紙盆喇叭 都是要經過很長久的耐久測試的 其實有些耐久測試 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簡單說就是這個喇叭 可能要放在這裡 然後開水一直去灌 可能它要超過 比如說24小時 72小時 然後這個喇叭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其實這種紙盆的喇叭 以現在的科技相對來說 都可以做的比較耐久 但是紙盆喇叭 為什麼還是比較少人用 第一個 你要把這個紙盆做的比較耐久 那確實成本是比較高的 第二個 你要在這個耐久的情況下 再把音質做好 這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 挪扎這一套 它第一個 它絕對是符合這個耐久規範的 第二個 我覺得它就是要讓聲音更好 所以它才會堅持的去使用紙盆 還是那句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家裡的喇叭 如果是英國那種老喇叭的話 它用的一定是紙盆的 所以這套音響 它還是想要從音質出發 然後再把耐久度做好 反正我做個簡單的總結吧 就是紙盆你要做的可以耐久 音質好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挪扎這一套做的 相對來講是比較用心的 在瓦數已經不值錢的現在 這麼小的公放就可以做一兩千瓦的功率 其實這個在十年前 甚至十五年前是想像不到 所以現在為什麼所有的汽車 都會告訴你說 我車上可以有一千瓦兩千瓦 就是因為D類公放的進步 但這台車跟一般的公放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D屏還是用Class D 中高屏是用AB類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相對來說 D類它的推力雖然很強 喇叭的控制力很好 但是音質還是沒辦法做得這麼細膩 所以這次挪扎 它做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有玩家用音響的朋友都知道 AB類的公放音質會比較柔軟 比較漂亮 聽起來是比較華麗 那所以這次挪扎它這個設計 就是把中高音用AB類去推 然後低音用D類去推 這樣子去把它融合在一起 其實這段音響是我還沒聽過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調教 相對來說 一定是往比較溫暖 然後比較澎湃的聲音去設定 然後最後來講一下這個超低音吧 這超低音是我在汽車上面 看過比較奇怪的設計 它居然是做一個密閉式的音箱 一般的這種超低音都會開孔 那它就是全密閉式的 那這種設計優點就是 它相對來講聲音會比較乾淨一點 但缺點就是它低音可能 下沉的幅度不會那麼好 所以挪扎它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它直接把這個喇叭的尺寸加大 你在外面一般看到的超低音 都是6.5吋通氣式 但挪扎它直接給你一個8吋的密閉式 那這樣子相對來講 低音也可以沉得下去 然後它聲音也很乾淨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設計方式 那我覺得這套做的確實相當不錯 而且它相對來講剛性也做得很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 為什麼超低音音箱要做的結實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當你低頻打下去的時候 如果這個東西會震動的話 第一個會造成你音質不好 第二個你聽起來那個聲音 就會有點軟軟趴趴的那種感覺 其實這個超低音音箱做的紮不紮實 真的非常影響你的音質啊 好不好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最近迷上這首歌 我覺得挺好聽的 很有我們中國人那種雄壯威武的這種感覺 挺好啊 東方的威風 大家可以聽一下 嗯 東跟街 隆中 東方的威風 就很像我們中國的汽車一樣 現在在全世界揚眉吐氣 這個就叫專業 其實大家可以測一下這個卡路里這個歌 好的音響它一開始這個開頭的節奏 你整個低頻會在那邊環繞 不好的音響就會覺得在你腳邊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你去測試你的音響好不好 你用這首歌測試就知道 哇這首歌很明顯 它整個都在這裡 整個低頻都在這裡 哇這確實做得很不錯欸 人在廣東已經漂泊十年 有時候有懷念當初一比經意改變 兩者天空將你我雙遠 懷念你 人恨 我年中 已經換 大家知道老謝拿這首歌來測試 就知道這個音響有一定的水準 這台車其實我聽了剛試了蠻久的 其實這台車一開始在調焦音響的時候 挪炸的人就跟我聊過 我也給了很多建議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去做 Hi-Fi Hi-end 音響的聲音 你去做大家喜歡的聲音 其實很多人在調音響的時候 都有個迷思 有個盲點 就是啊 我的客戶應該都是聽什麼交響樂 聽很高級的音樂 我就跟很多調音師說 你都不用跟我爭 你去系統裡面把你們的用戶 喜歡聽的前100首歌調出來 就一調 全部都是抖音樂歌 或者是流行歌曲 所以我就覺得很多調音師的觀念很奇怪 一定要做Hi-Fi音樂 什麼交響樂 讓自己覺得自己很高階 但其實你用戶平常聽的 都是一些流行歌曲 就像你有能力做一台F1的賽車 但事實上你要跑是去拉力賽 所以完全就是不符合這個用戶的需求嘛 所以這次挪照就完全按照我的想法 做了一套人而喜歡的音響 這套音響 就是你在聽流行樂的時候 你會覺得澎湃感 震撼感 各方面定位很準確 很有澎湃感 聲音是一鼓一鼓這樣子衝過來 它很多模式 我剛剛都試了一下 我覺得各有風味 如果你今天是喜歡 平常是喜歡聽Hi-Fi Hi-End的音樂的話 你就可以聽Hi-Fi模式 就是如果你喜歡聽人聲 磁性比較強的 你可以放在動感電音 那如果你對低音比較有要求的 你可以放在操縱低音 其實這三個模式就夠了 我覺得不需要我再去調這套音響 因為這套音響的調音師 跟我也是好朋友 那他的實力 我也是相信的 其實我之前是沒聽過 但是我跟他聊過之後 我就說你按照這個想法 那確實我覺得 他這次也是很忠實的 把我的想法有傳遞出去 但是如果你硬要我從 雞蛋裡面調骨頭的話 那我必須老實說 用阿傑鼓這首歌測試的時候 聲音確實那個下程度 還是差了一點點 就那個大能量的時候 他沒有這樣子很強的 擠壓人心 但是瑕不掩餘啦 我覺得我們中國 沒有掛品牌的音響 自言的可以做成這樣 確實也是挺優秀的 真的去線下 自己去試聽 去試一下哪一個 是你自己喜歡的 其他這三個模式 調的都非常不錯 而且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他那個低音真的是打到前面來 很多在後面的超低音 調整都調整不到前面來 你會覺得前面在唱歌 後面的打鼓 但我覺得這套音響 他至少已經盡量 讓你調到前面來 包括我剛剛在放那個 卡路里的時候 他整個低音是在這邊環繞 我覺得做的是非常好 他這個定位是相當準確 這應該是我這三四年 聽過定位相對 最準確的一台車了 然後我特別想提一下 就是這台車方向盤的質感 因為這台車的產品總監 是我很好的朋友 蘇寧碧利格先生 他本身是一個愛車之人 所以他這次在製作這台車的時候 在一些小地方 他都很用心 包括我剛剛說 這個葉子板跟輪骨齊平 包括這個方向盤 握起來的質感 真的是有用心的去做 其實我常在說 駕駛質感的第一印象 就是來自於你的方向盤 所以他這次方向盤 用這個皮料 真的是相當不錯 大家自己去現一下 可以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 就是今天試完 這個Nordal S列裝版的音響 他們真的按照 老謝當初跟他們說的 不要做High End Hi-Fi的聲音 做大家喜歡的聲音 我覺得他們也是 忠實傳遞了這個理念 大家去試這個車 一定要去聽聽看 你們平常喜歡聽的音樂 關於這些車 我有些觀點想要輸出版 就第一個 我今天看到這台車的實車 確實發現這台車 它的產品總監 真的對這個車很用心 小質感的部分 真的是有做起來 包括我剛剛說 這個葉子板的部分 其實我今天仔細看這個車 說難聽一點 你把這個標拉掉 你換個奧迪標 至少都可以賣一倍以上的價格 其實旅行車 一直在我們中國 相對來講是比較冷門的 高性能旅行車 相對來講都是被奧迪RS 去佔據 但其實你仔細去看 這個車的數據 純電的 它加速只要3.9秒 它的底盤 用的是前雙叉臂 後五連桿 甚至它很多用料都是用鋁的 其實你只要用心去看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車 其實潛力挺大的 它的底盤用料這麼好 我相信它的操控 並不會太差 那如果你對操控 更有需求的人 騎你去換一組 更好的避震器 那我相信 又會再往上一擠 所以大家在看 高性能旅行車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拋棄品牌的偏見 我覺得你可以來 好好的看一看 Mozza S這個列裝版 好不好 真的 就不要一直覺得說 這歐洲人能做出好的旅行車 這台車的產品總監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它以前開的就是奧迪的旅行車 所以它這次來監製這個車子 我覺得做得非常恰當 好不好 大家自己去試車吧 還是那句話 自己去線下體驗 線下去看一看 雖細要去避震 東風的慧風 可以啦 我覺得十幾萬做成這樣 真的是可以了 才十幾萬而已 真的以前都不敢想像 有辦法做到這種價格 十幾萬做一台這種 性能旅行車 真是不容易 在家中的居生 當時到家中的旅行車 是最多的事情 來就好 打個 happens 開玩笑了 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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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手